捱 t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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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er? 大家好我是顺景 看到我的身后的没有 一大波腹带向你们稀来 没错今天这支影片就是 你们一年一度最最最 最期待的 腹带开箱分享 自己不禁的感叹一下 时间真的过得非常的快 我连续拍了这个板块 已經四年了 那今天這支也是第四期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視頻的話 你對付帶還不夠了解 你可以去回放我晚年的自帶開箱 然後如果你想知道更詳細一點的 可以去關注我的新浪微博 搜索2017年末有發佈一篇 付帶科普文 那如果你們是晚年的老觀眾的話 我們就趕快廢話不多說 趕緊開始吧 那跟晚年一樣都是老規矩 先報我買到手的價格 然後再看付帶裡面都各有幾件 我們依舊還是先從服裝開始 那今年的話還是 這一代 Vili Blum 開始吧 那Vili Blum 這一代呢 今年的價格依舊也是 10800日元 不會換算承擔下的匯率 標在屏幕上面給大家參考 看一下Vili Blum 今年的一共有幾件 一件 兩件 三件 四件 五件 六件 10800日元的一共有六件 我覺得數量還算是蠻多的 比一般的付帶要來的多一點 但是就不知道這些狂飾好不好看了 再打開袋子呢 讓我一眼看到的是一個外套 這個外套 有點藕粉色的那種 然後大家有戴帽子 反型的話 目前來看不是那種很塑形的 質地會有點軟塌塌的 穿在身上是這樣子的 我個人覺得還蠻符合我自己本身 就是我平時買衣服也會買這種粉粉的顏色 把帽子放上來的話就會比較可愛一點 而且我喜歡的是它是長款的大衣 就可以遮到腳以下就不會那麼的忍 然後側面的話是這樣子的 尺寸也是完完全全剛剛好 裡面也可以多穿幾件的那種 這個外套我覺得還可以 算是可以穿得到的那種 我最近又肥了 特別是元旦這幾天吃的就更多 比晚年的付帶視頻看起來會胖一點 大家減量一下 真的是越來越胖了 我受不了了 接下來第二件 是一個毛衣 非常的輕 它這個毛線縫隙還蠻大的 就是有這種洞 封可以裝進去的 顏色就是非常百搭的米色 穿起來是這個樣子 我還挺喜歡它有點鬆鬆的感覺 而且也是有一丟丟燈籠袖 這個毛衣也還可以 然後是第三件 是一個連身裙 怎麼又是這款 日本的服裝真的幾年之內 變化都不會非常大 都是每年都很相似 基本年年都很像 然後這個也是一個 黑色的毛線連身裙 這件太不顯瘦了 我卻穿起來好肥啊 虧它還是黑色的 它的腰部這裡有一個鬆緊帶 可以收縮腰部的 但是整個效果看起來 上面出腰又大 屁股又肥 穿起來會讓整個人顯得 肩膀又寬 屁股又大 第四件 是一條裙子 呃 百折的裙子 摸它這個厚度 感覺比較適合春季和秋季 這樣比較涼爽的季節穿的 也不至於這張紅色那麼深 有點分葉色的感覺 裙子的話我還挺滿意的 首先它穿起來很舒服 第二它穿起來不顯胖 我覺得應該顯腿長 整體它是有點A型的 就是A字白的 顏色又比較復古 以防的毛衣都很好搭 就像剛才這一件 毛衣我覺得搭起來也挺OK的 接下來第五件 非常非常地薄 是雪反商 格紋的雪反商 穿在身上的話是像這樣子 我覺得穿在身上 會比我拿在手上好看一點 不算挺顯胖的 而且還品配剛才那一條 分葉色的百折裙 好了最後第六件 應該是一個包包 它是像這樣子的 卡其色 這裡有一個小毛球 拖上去也會像這樣子 金鏈子 裝好以後像這樣 還挺可愛的 這包包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就滿Lily Brown的 日系復古可愛分 然後背在身上的話 還可以 覺得穿這一整套 就非常的Lily Brown 好了 今年2019的Lily Brown的服帶 共有六件 六件裡面只有黑色的臉身 全部滿意 剩下的五件 我都還挺滿意的 就是今年的這個 對我來說的話 滿意度還蠻高的 就是一下子中了五件 可以用都穿得上的 每一件都沒有掉牌 就說明它不是電頭貨 只是為了賣這個 服帶而生長的這幾件衣服 關於怎麼辨別電頭貨的 服帶和 為做服帶而做的衣服 這個都在我之前 上一支的服帶開箱裡面 有教過大家 可以去回放看一下 好啦接下來呢 我想開這一袋 是我今年第一次買的 這個叫做 Fry ID 這個也是Lily Brown Sneidel那一系列品牌的 同個旗下的牌子吧 具體的資料我們要去搜 但是他們都是在同一個官網賣的 風格的話會偏成熟一點 就是可能我晚年 不會喜歡這個牌子的風格 但是現在隨著年紀越來越大 我就越來越喜歡 它們這種成熟穩重 屬女分了 但是屬女分的同時呢 它又有一點溫柔可愛的感覺 就是還蠻特別的 然後這個牌子平時的價格也均是 兩三萬三四萬日幣左右 還蠻高的 我也是一萬零八百日幣入手的 按現在惠率來說的話 差不多六百九十塊人民幣 一件兩件三件 四件Fry ID的品牌 2019福袋 共有四件 因為這個牌子它原本的單價就比較高 所以我覺得還是可以理解的 不然是我現在拿出來這件外套 我就覺得質量會比剛才的 Lily Brown好非常的多 它這一看就是比較有品質的 然後真的真的不一樣 拿在手上的感覺 然後給你們看一下 就是會比剛才這個外套要好很多 Lily Brown這個 就是很廉價的毛泥感 然後設計感也是挺特別的 就是前面沒有扣子 它是在裡面有暗扣的 穿在身上的感覺是這個樣子 我很喜歡它側面 側面就是有點幹練 但是又有點小女人味 正面的話 我覺得原本沒什麼肩膀的人 就更不適合穿了 它是那種圓肩的款式 穿起來肩膀非常的窄 然後又圓 反而這可能也是它的特色吧 但是我覺得質量真的會稍微好一點 然後接下來第二件 黑色的碎花 一拿到手的話 我覺得質量也是不錯 我覺得這個品牌的服袋 它們的質感普遍都挺好的 還沒穿在身上 我就覺得挺滿意的 是我喜歡的感覺 就是比較幹練的可愛感 不會太花哨 然後不會太可愛 但是又有點溫柔女人風 這件碎花連身裙 我超級超級的喜歡 很好看耶 主要是它的版型真的很棒 而且質感又好 它有一點點這種 地尖又是大V0 有收腰的設計 而且還有這個攜帶 你可以這樣子再細一下 讓腰收得更緊 側面的話就像這樣子 長度的話 我腰部發的個子 已經到我的腳踝了 然後袖子這裡也是有一點下垂感 這個整體 這一件 妍身裙我很滿意 很喜歡 我感覺是店頭髮 因為它各方面質感 還有視覺 還有這個版型 我覺得都像是在店裡面賣的衣服了 這件真的很滿意 很喜歡 好看耶 而且也不嫌肥 還滿嫌瘦的 接著是第三件和第四件 它們應該是一個套裝 紫蘿藍色 一個是伊智琳的中袖 樹條紋毛衣 然後加上一個裙子 這個裙子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下邊 下邊是蕾絲邊 就整體是像這樣子的 本來就如果穿起來 應該是這個樣子 嗯 第一次買這個品牌的服袋 我還是挺滿意的 質量各個方面真的都很好 然後價格也才一萬 相對它正常的價格來說 已經算是很便宜了 這個服袋 它裡面的衣服都沒有掉牌耶 我覺得這個牌子 應該也是為了服袋 而生產的這些衣服 但是它們會比較良心一點 以減少數量來提高它們的質量 就是才四件 但是每四件質量都很好 好了 接下來又是猜一個新的牌子 這一袋 就是這個牌子 我買到手的價格也是一萬零八百日元 看看一件 兩件 三件 一件 一共四件 但是 這一件是什麼鬼 這是什麼鬼 我當時看這個品牌的官網 我還滿喜歡它們的風格 成熟了 很有質感 又有女人味 但是為什麼 收到貨以後 我覺得這個牌子 是有點偏歐巴桑的牌子耶 什麼飯 麻耶 但是它的質量也不是很好 感覺就是那種幾十塊錢的質量 很普通的這種綿質 並且它的花紋真的很醜啊 我不知道該怎麼形容它了 我覺得有點偏年紀大一點的人群穿的吧 這十歲左右的成熟女性 然後第二件 是一件T恤 而且 這個T恤的款型也是很 唉唷 我都不知道該怎麼說 這個是買失敗了 為什麼它的福袋裡面 開出來的衣服都這麼老氣啊 我現在是連試穿都不想試穿 你看它的肩膀弧度 和這個袖子的長度 都是我比較討厭的 嗯 第三件 好吧 我已經不抱什麼期望了 我打算把這一個 福袋開出來的衣服 都拿去給我媽媽穿 就是我媽媽那個年紀人會穿的 看這個連身的 毛線 毛繡 然後再看一下它背後 這兩條的這個長長都是什麼 我有點get不到它的點 好啦 浪費了我700塊人民幣 嗯 給我媽媽穿 但是這個毛衣質量還是不錯的 摸起來挺舒服的 最後一件 我都不想介紹了 唉呀 真的不是我們這個年紀會穿的 就算是30歲吧 我覺得30多歲的也不會穿這些款 我就是 而且這個質地啊 40%多是綿折 然後50%多是緊輪的 反正這個材質和這個款式都不是我會穿的 然後算是失敗吧 我被它的官網給門騙了 好的接著我們看一下發發的吧 去年我有買去年我對它 8%好評的一個品牌 但是今年呢 我有點擔心 因為我有看到我姐 她也買的那一袋 裡面開出來的還蠻雷的 我們就心驚打仗的把它打開 一樣是10800日元 就是690塊700人民幣 它的這個袋子 也是跟晚年一樣的 就是一個麻布袋 也沒有手提的部分 這是一件 兩件 三件 好 這個發發2019的 一共有三件衣服 嗯 然後每件衣服呢都有吊牌 就說明這些衣服 都是電頭貨哦 首先我們看一下它的外套吧 哇 我的外套 我覺得還可以 我覺得對我來說 我是能接受的 嗯 算是挺特別的吧 它一半是這種面料 就是很像泰迪毛的那種 穿起來也很舒服 穿起來的話 就像半隻小泰迪 有腰帶 長度的話 到我的小腿這樣子 原價要4萬多 4萬5日幣左右 穿在身上的話 是這個樣子的 其實會搭配的話 還是蠻好看的 我覺得對我這種走甜美風 不是很適合 但是如果換一個造型 就打扮得比較高人 酷一點的話 這件外套還是撐得起來的 我覺得還是可以 後面是像這樣子 而且穿起來也很保暖 然後第二件 淡淡的粉色 它有一點高領電肩的設計 下面是蕾絲邊 它又有點縮緊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連身裙 也是挺奇葩的 你們看一下它的下邊 它下邊的設計 這一層又加上 這一層是什麼意思啊 為什麼這麼奇怪 然後上身的話 我覺得它是比較適合 沒有什麼墜肉的人穿 我的腰啊 還有我的胸 還有我的手臂的肉都非常多 所以穿這種不是很好看 但是我唯獨就是喜歡它這個顏色 顏色真的很日系 很少女 然後還有它的這個袖口 這裡的設計也是我比較喜歡的 就是下半身很奇怪 最後一條呢 是這種卡其色的褲子 中間有一個腰帶 然後它的兩邊呢 有一排這種扣子裝飾 解開以後呢 褲腳就可以分開的那種 就是一條紫紅褲啦 褲白還挺寬的 好的 以上就是發發2019的 附帶 我覺得今年這個牌子 它沒有去年的好看 對我來說的話 滿意度沒有去年那麼高 實用性不是很高的款式 好的 接下來我們來開這個牌子 是我前年有買過一次的牌子 當時開到的東西都還挺雷的 今年就是還想再碰一下運氣 嘗試一下 這一次說不定會開出好看的呢 因為我本身就很喜歡這個 然後再加一下 也是10800日元 一件 兩件 三件 一件 六件 一共有六件 雖然最後三件 是少雜貨一樣的東西 首先我拿出來的第一件 是牛仔褲欸 破舊的設計 有剪一些鬚鬚出來 然後尺寸的話是M碼 直筒褲 對我來說 穿起來的話 尺碼剛剛好 大腿跟這裡是剛剛好 但是腰圍會有一點點鬆 但是我覺得還可以如果夾一些衣服 進去的話就剛好 然後是像這樣子的直筒 因為我屁股和大腿這裡有點胖 所以就這一塊看起來會比較顯卑 屁股的話也是比較顯胖型 我的屁股也看起來好大 接下來第二件 第二件的話 它這個顏色 嗯 這個該怎麼說 這個顏色為什麼這麼的顯舊啊 有點像程序員 技術人員會穿的那種襯衫 然後顏色也是 我覺得在我的衣櫥裡面 是不會允許有這種顏色 和這種款式的東西出現 第三件 嗯 這件好像還可以 它是一字領的 然後純黑色的毛衣 看一下它的手擺這裡 袖口這裡比較有特點 看一下彈性有這麼好 就比較適合我自己的風格 比較女人味的這種一字領 袖子呢 是這一整件衣服最特色的地方 這樣子蓋起來還蠻舒服的 毛茸茸的 然後有點長 其實應該可以把它 就是扎進去 配一些高腰的裙子啊 或者褲子 就等我再瘦下來一點 穿起來應該會更好看 然後剩下的三件呢 就是一些小飾品 這是這種圓筒的 筒狀的手提包 然後下邊有這種底座 可以吧 就是感覺 款式有點舊了 然後接著還有一件 嗯這個是什麼鬼 腰帶耶 那這腰帶為什麼這麼長 這也是挺難搭的一個腰帶 最後一件 它是一個飾品 跟我以前買到的那個福袋一樣 裡面都會開出一些飾品 就是像那種玩具一樣的手圈 就像這樣子 然後還有一個耳環 這耳環它們竟然是壞掉的 簡簡單單的黑圈耳環 有一個壞掉了 到時候用那種膠水把它修一下 然後戴在耳朵上面是這個感覺 我覺得還挺LiLiLi的風格 更像是兩三年前的款式 然後又有一副這種 圓圈的耳環 沒有耳洞就可以戴的 然後戴起來是像這個樣子的 那我個人覺得還是黑色這個好看 好了 以上就是L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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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的福袋 還有六件這樣子 我覺得這次買到的還是很雷 我覺得他們家的福袋 真的不是很推薦買 雖然說全是店頭貨 就是有吊牌 然後又有原本的價格 但是給到的衣服都是非常過時 可能過了好幾季的衣服 基本是那種壓庫存很久的 可能以後我就不會再買了 就這次唯獨開出 這一件毛衣 還算是比較能見人的一款 好了最後我們開戈拉兔批歸的 好了今年戈拉兔批歸2019年的福袋